講義的81頁 補充一下氣團的分類 講義寫的分類方法是這樣寫 但是這樣寫只是其中的濕度、溫度、羅列而已 沒有這個分類出來 因為每一個氣團團同時有高低尾度跟不同的冷暖的分度 來看這邊 記得一件事情 這些都是氣團都是倒壓 所以壓力不用緩 再來 溫度跟濕度是它的分類方法 溫度會受誰影響 是發源地的緯度 發源地主要是兩個地方的高壓帶 一個是負熱帶高壓 一個負熱帶高壓就簡稱為熱帶中排 一個是極地高壓 極地高壓是在兩極附近 像濃穀西瓜要注意比較高的地方 容易有高壓發展出來 但是是高緯度的極地地區 極地區才在英文第一個字是P 熱帶地區的第一個字母是P 就是Delay 一個分類方 另外一個橫河來看就是 大陸跟海洋系統 分別用小寫C跟M來代表 所以它如果發展是熱帶太平洋海面 它的代號就寫什麼MT 你知道嗎 中文就叫做熱帶海洋系統 海洋熱帶系統 我建議的話 但是西洋報告都在講 太平洋高壓或熱帶海洋系統 另外一個如果發源是蒙普西伯倫亞的應該沒種 這應該是大陸地區發展的是高緯度的 那就簡稱為CP 所以台灣最常見的是這兩塊 我剛剛講過了 用東下二分法來分 這一團比較容易在什麼季節影響 冬天 而另外這一團相對比較溫暖的潮濕 容易在夏季影響 但因為台灣剛好是在交界 所以我們台灣常常春或秋會兩種都會影響到 所以秋天有秋老虎 春天有什麼 春天有梅雨 春天有梅雨天氣 所以春天的時候 在春末夏季常常會變梅雨 就是兩個氣氧可能會差不多 事情差不多 那台灣二分法 現在這個季節多半是冷氣盤影響 但偶爾還是會出現太陽兩天的影響 所以說要秋老虎 到了十二月就比較少見到很熱的天氣 好 這個是補充給各位的 所以它只有這樣寫其實沒有分類到 它下面有寫MP跟CP 那它的來源台詞就是從這裡來的 我把它重新再畫一張 反映長的登領給各位看 其實還有兩種計畫 所以總共有六類 另外那兩種是比較特別的 一個只有在北極有 萬南極有 比較超 蛤 比較超 蛤 這補充 這補充就對了 但是考試會用到 所以你還是超一下吧 其實就是它有寫啦 它其實也有寫 只是我要告訴你什麼叫MP 什麼叫CP 多換你畫一個真類的 但是如果你到美國 到日本 到中國大陸 你可能會遇到其他團的喔 七團的種類 這個在獎益八十一頁 獎益八十一頁 有這個分類表 不過它這裏不是真正分類表 真正分類表 真正分類表應該畫成這樣的真類表 才是合理的 所以補充給各位 真正的分類表 當然 如果兩種七團交接 這張圖畫都聽不太好 這個就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封面 永遠是一個傾斜面 那如果你看到的話 這種就是冷推軟 那就所謂的 封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喜歡貿易當的 這個應該是靠到下面的封面了進去的 小松會就忘記到這裏 好 講義有些題目或答案有錯的 我盡量在這裡 可以把他整理好 如果我來不及下禮拜一告訴你們 就是會畫在我的圖上 你們再看一下 講義有些題目的答案 詳解有錯的 我把他整理好 把他畫上去 好 現在請各位看一下封面這個 還沒 還沒 好儘快 來 看這邊 這個你們自己看 我現在要看到熟悟封了 因為這是國中沒學過的 請看螢幕 通常這個封面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剛剛有講過 請你們一定要把他在圖看一看 有多個畫 地理的什麼圖 行星空系圖 國中間已經有學過了 地球南北是高壓還是低壓 有沒有學過 高壓 赤道是比較溫暖的低壓帶 但是地球表面不是這麼單純的高低壓而已 它可以分的更細的 一般我們簡化成 簡化成什麼 30 60度 是不是再更換一個分帶 這應該國中有學過吧 好 好 那你先回答我 地球的高壓帶主要在哪裡 兩極還在哪裡 是否緯度二三十度左右的 附熱帶高壓帶 可以嗎 好 然後 然後 低壓帶會在哪裡 射到你壓帶哪裡 負極地 就是緯度五六十度左右 這邊才會有低壓帶 老實話低壓帶的地方就是容易下雨的地方 容易有氣圈發的地方 老實話的H就是高壓帶 容易有氣團成的地方 然後你要先想像一下 氣團這個名詞是一次在那期間 挪威學還有一個提出來的 空氣看不見嗎 所以都是想像的 那因為當時在打仗 所以他就用軍團的概念來想 來看這邊 如果老師現在畫的圈圈這裡 跟圈圈這裡會有氣團發生 這兩個H發展出來的氣團會不會一樣 不會 簡單的講哪邊會是冷氣團 包圍都會是冷氣團 而下面那個會是暖氣團 所以我知道我畫的很小 我把它放到 我現在畫的是這區 在這個區域 是不是剛好兩個氣團就在那裡 經常就會出現那種情況 滴壓是在這裡 而出現 一邊是 冷氣團 一邊是 暖氣團 中間是滴壓帶 但是一開始的封面就是這樣子 北半球高軌度地區 是不是這個高壓環罩 南半球是這個高壓環罩 老師畫的箭頭代表 繞高壓旋轉的什麼封 順時中的封 然後這邊穿什麼包 東風 這邊穿什麼包 西風 這是簡化樂分法以後 沒有畫很細 各位我們學過東風帶跟西風帶 30到60度是西風 極區是不是勝於東風 可以 你可以這樣解釋 你也可以用高壓旋轉步 這種解釋 都可以包 重點來了 北邊的冷空氣 是 我們用軍團講 北邊的冷軍團是想要往南高 而南邊的暖軍 想要往北高 所以一開始的封面都是自由風 一開始在這個交界面 的封面型態是自由風 我不畫顏色了齁 我不塗黑 北邊的冷空氣想要往南高 三角形尖端往南高 而南高的暖空氣 是不是想要往北高 半圓形就往北高 這叫什麼風 自由風 但是這種兩軍對峙的狀態 會不會永遠保持下去 不會 最終還是會打起來 簡單講 在天基圖上 這整條封線會彎掉 會整個彎掉 一旦彎掉 這裡就是抵押中心 這裡如果出現抵押中心 北邊的 南邊的就不理他了 不是不理他 先不要管他了 先看這個低壓中心 同學會答我 低壓中心的系有什麼旋轉 順子中和歷史中 北半系中 歷史中 所以請看這邊 藍色箭頭代表冷空氣會這樣旋轉 紅色箭頭代表冷空氣會這樣旋轉 注意 這邊就是暖高壓 北邊是不是冷高壓 冷氣團跟暖氣團的交界面 這邊就是老師螢幕上畫的黑色線 可以嗎 好 請現在請這位回答我 左邊這條黑色線 應該會是怎麼剝 這一條線會進去怎麼剝 想像一下 我也一次給你看 老師現在的手 是本來是不是北邊暖氣團 你們在南邊是暖氣團 是行程自由喔 但是低壓中心在老師的頭裡形成的 是不是整個要照老師的頭 做歷史中可以轉 請看老師這隻手 這樣轉對吧 因為這隻手不是這樣轉 這樣就整個歷史中了喔 老師看這隻手這樣揮的話 這隻手這樣揮的話 這一隻手過來的時候 這一隻手怎麼繃 動態的暖氣團 是不是冷跟最暖的 所以這一條就形成 冷風 另外這一隻手就形成 暖風 可以嗎 所以它冷暖都是這樣平衡的 因為整個低壓中心 周圍的空氣會讓低壓中心 做歷史中遠轉 而北方的冷空氣這樣轉 南方的冷空氣這樣轉 就是歷史中 在這條交界線上 就會出現冷風 三角形尖端朝移動方向化 那相對的這邊暖風 要怎麼化 半圓形要朝北邊化 可以嗎 所以一邊是冷推暖 冷風 一邊是暖推暖是暖風 但是一開始兩個隔人員 張開很大 慢慢的這個冷風會追上暖風 因為我剛剛講過 冷空氣還是比較強 所以冷風會跑得比較快 冷風跑得比較慢 最後要怎樣 會追上 各位看老師前面採的這兩本書本 看這邊 我現在頭變成用 地面代表 這邊有兩道風面 請告訴我這一道是什麼風 暖風 這一道是暖風 這一道是暖風 他們短難度也在距離 但是冷風會跑得比較快 老師的頭現在在哪一種區域 暖空氣還是冷空氣區域 暖風氣 而且是在地面下 可以嗎 這邊會出現冷風冷推暖 這邊是暖風 暖推呢 但是不管怎麼樣 冷風跑得快吧 好 好 等一下 你要 我現在是簡化 冷風是最後會這樣暖風 然後這個頭疼就會被圍在空中了 這叫什麼風 這叫求暮風 這叫求暮風 簡單的講 當冷風追到冷風 它就會形成求暮風 那哪裡會先追上 就是整個風面中心 低壓中心那邊距離這近 所以那邊會率先追上 追上什麼就是獎勵這張圖 中間已經追上 不過它的顏色沒調味 一般我們標準的套色 求暮風會套紫色 紫色 代表冷暖風合璧 冷暖的合璧 它就套成紫色的 然後如果是自由風 它會三條暗緣 各地一邊對不對 會用紅藍紅藍相接 來做紫色 所以標準的是 求暮風應該像課本的 課本87頁 最下面圖例 那個顏色 標準的顏色 用紫色 阿獎勵這個顏色 靠過了 不要介意啦 因為你七項目就自己畫錯 七項目的三角半面 畫同一側看還是用暖紅 好 所以老師還是看五號比較標準 還是看五號 我也是 顏色會騙人對不對 然後你用五號 像這個 這沒錯 我自己看錯了 這個紫色對不對 不是我自己錯了 這個紫色沒錯 是因為螢幕 我們這個單槍投影機 錯了 你們桌面是對的 是紫色的 但是螢幕我剛剛抬頭一看 不是紫色的 這對 這邊講義沒錯 講義沒錯 保險 紫色對嗎 來看這邊 請看這裡 AAFly 幫各位標一下 A圖代表AAFly的補面 我幫你標一下位置 老師螢幕上打的這一條線 就是AAFly的條線 這邊你標示一下AA跟AAFly 可以嗎 好 請看螢幕 請看螢幕 AAFly這邊 為了方便溝通 我分別點上三個點 1號 2號 3號 這三個點 好 現在把它標上去 1號 2號 3號 請各位回答我 這三點 哪一點的溫度最高 氣溫 2號 你要了解 2號是在哪一個氣盤大門內 暖還是冷 暖 所以2號 你要知道它是溫暖的 可以嗎 至於冷還是更冷 這個我通常不會要準備 但是你至少要找到溫暖的 是在暖氣盤 另外兩個是在什麼氣盤喔 再來請注意 這個冷波是在第一個 一跟二中間對不對 然後你要有個概念 我剛剛已經跨過一次給你們看了 這整個天氣系統是這樣走的 左邊到右邊移動的 可以嗎 整個是往右邊移動的 然後這邊請各位看一下 一跟二中間 哪一種空氣在連著後面上升 誰在上升 是2號區域跟它交界的暖空氣 所以暖空氣上會成為什麼基於雲 這邊我發出來的 所以請各位注意 一跟二哪一個在冷空前 想像一下後面是有所相有好 二是冷空前 情暖的 但是二同時也是暖空後 不是情暖的 沒有暖空後是情暖的 冷空前是情暖的 真正下雨的是在一跟三 一是冷空後 三是暖空前 所以你一定要想像是有所相有好 才能夠想像是前後 老師就是要練習這些細節 如此而已 好 一跟三的語配有點不同 通常語配是比較強 一 然後你會發現 平面我們看圖 它這邊如果有畫雨區 又綠色區域 所以綠色區域是畫在冷空後 而是畫在暖空前 可以嗎 然後寬散看一樣 冷空後這一道會比較暖一點 暖空前這道要稍微換一些 當然是沒有完全照的 可是它相對會比較不會 再來 再來 如果是我畫 我會把它誇張一點 如果是我畫 我會把這一區的雨區 畫得比較密集而下山 畫密集點下山 就是這意思 然後甚至於有一些風險會有 風險會有一些些 它有畫 它有畫出一些風險的樣子 後面前後都會有一次 風後多一點可以 然後這個呢 主要在風前 但是會比較稀疏 雨區有點小 可是它比較寬廣 所以雨區比較長 再來 再來 如果你往中心方向看 看到這個第一D-flat 裹面 畫成垂直結構 就是這一條D-flat 然後我再幫你標一下 這個D-flat 這個是D-flat 這是D-flat 這是D-flat 然後為了方便溝通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老師現在這邊標了一個 四號位置跟五號位置 這兩個位置剛好一個在暖空位置 一個在冷空後方 但是因為現在冷暖空已經合併了 所以你會發現 整個地面上沒有暖空氣了 暖空氣都被關在空面上方 講白話我們就像關在空中監獄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球捕破 當冷暖空互相配合 應該說冷風追上冷風 會把所有冷空氣抬離地面 形成所謂的球捕破 而這時候 這時候 往中心方向看都是如此的 對吧 所以我就不再畫了 這邊這個就是C-C-V-Lat 從C點到C-V-Lat 這整個暖空氣 通通被抬離地面 通通關在空中 地面都是冷空氣 然後你看到它是不是畫了兩種 冷暖 暖的都在上面對不對 但是第一面是有不總是 非常冷跟冷在同邊的 告訴你一個考試中 你跟陸流貝 你只要反對一個要領 老師畫了這個交界線 老師畫了這個交界線 哪一邊是比較冷的 永遠比較好 比較下運是比較冷的 所以兩個都是冷 一個是冷一個是非常冷 永遠都是哪一個在下面 非常冷的在下面 你只要是交界線 就是比較冷的在下面 就好了 然後 啊這個不要背了啦 那種球固滿球固 弄到頭頭昏的 我不會常常講 那種球固滿球固 但是你要有一個概念 球固封的形成 實際上講 你的封面是怎麼的 最主要是最後的階段 最後的 最後 最後 連這個VP 不然你是不是最大的 A 不然將來 你會追上去 更扯 冷的暖空室在天空了 意念上 什麼東西是冷的東西 才是綠的 就不再有所謂的冷暖空氣交配了 代表他什麼氣泉性比較交代 所以從出生到死亡 大概一個 一個禮拜合的東西 但是他不說 不用說的 來念 這就是所謂的 溫帶氣泉跟 冷暖空 所以請注意 冷風暖空是 一起形成的 可以嗎 然後冷風被逐漸追上暖空 最後冷漢出漸 求入風 而這個系統 是不是在我們哪邊形成 我剛剛演過 開始再問一下 台灣見一下 什麼意思 來 哈囉是台灣 一開始 是不是要絕短 冷風很多的經費 走到台灣 有 冷風延伸的尾巴 自由或是 可能避難到台灣 但是這個暖空 是不是一開始在我們哪邊 而且他會繼續逆時動絕短 就不會避難到台灣 而且我們剛剛講過 對系統 對系統在得著 所以他會這樣一直走過去 所以這個暖空 永遠也少不當台灣 當然 有可能避難過 然後 求入風 是在更後面發生 更不可能避難到台灣 所以台灣 只會要入風山 自由風天氣 現在我們可以做說明 好 這個是額外粉充給各位 但是考試會考 因為學